高院科大彩绘乐林成果展 透过绘画与自己对话 借由艺术创作展展现自我的生命力 高院科大彩绘乐林班 透过绘画与自己对话 借由艺术创作展现自我生命力 日前在高院科大图书馆举办成果展 今年是彩绘社团第六年 成果展主题是与偶同乐放心化 特别邀请弥陀南安国小指引戏团担任开场表演 这次因为有很多军生还有皮股戏 还有外籍生都来聚在一起 所以主题比较就广泛 画这个花鸟画还有山水画都有 我们这班都是女孩子比较多 女生比较多 所以我就以花会花鸟画为主 他们本来是一张白纸 他们把那个彩色注入了 颜色注入了灵魂 还有温度 生命 看起来每一张画都有意境 就是有成就感 他们高兴我更感动 而且我更高兴 我以前就有这个心愿 就是要把这个艺术的美 这个美术也是一种艺术 我从几十年我就要把这个传承给 给我的喜欢学的学生 高院科大致力推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此次成果展集结草会班 乐离学员 高院科大学生与外籍生 以及南安国小学生 让老青少一同欢聚 共同学习 十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